政府无能小市民就会无奈 但是呢压久了还是会叭康的 台中地方法院有一位书记官跟太太买地 申请要盖五层的套踢处 结果呢硬是在中间夹了两层变成七层楼 然后在屋子后面的空地呢再加盖四楼围建 离谱的是呢邻居看不下去 至少有11度的跟台中市政府各个单位来检举 结果呢没有人理 因此呢这个邻居就痛批说书记官知法犯法 政府不闻不问无能包庇 一直到投诉媒体了 台中市政府才宣誓明天要来拆除 就是这栋新建庄的透天座 明明申请的是五层楼 却硬是盖到了七层楼 比邻居的房子高出许多 屋主正是台中地院书记官杨金池 摆明为鉴市府却一再包庇 假设在遇到921的大地震 如果真的倒塌下来的话 市政府愿意让我们申请国陪吗 邻居气的高挂白布条 控诉书记官无法无天 是否纵容 因为杨金池在一楼和五楼 以夹层的方式各挑高六米 变成七层楼 还在屋后空地加盖四楼为鉴 使得巷弄变得如此狭窄 工程修复科就五次以上 那市长新乡我们有投诉四次 1999大概也四次 接电话的人跟我们反映说 你们请你们不要一直打电话过来 书记官杨金池从三月开始为鉴 遭到检举被要求自行拆除 四月遭到勒令停工 但六月又在复工 反反复复这期间邻居向市府四个单位 持续检举 违鉴仍然越盖越高 一直到十月底投诉媒体 市府才宣誓 十一月十三号将会进行拆除 但民众检举的这十一次 难道市府四月不见 这道检举他又在偷盖了 我们要去拆 那独发局长批同意 我没有看到 所以也不是报纸出来就明天猜 上一个礼拜五 我们有公文可以给你看 明知痛批书记官 知法犯法 前后两百五十六天 十一次向市府检举 都只是发文要求改善 杨金池答应会自行拆除 市府便草草结案 但看看这违鉴已经几乎快完工 市府强调十三号一定会拆除 如果杨金池甚至复工会以法送办 记者公寓的邻居文台中 采访报道